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师父 2007年属猪男孩 啊 脑子出问题了 是的 这个孩子有点自闭 不愿意见人 对 那么现在你帮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了 一千多张了 他有一段时间非常往好的方向转了 但是呢现在又有点回来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家里现在有灵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都看到你们家里了 这个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们要把他房间里点一个小灯 然后走道上要把灯开着 不要把灯关掉 有颜色要求吗 没有 白色的 红色的 不要这种日光灯这种 白白之光不好 要用那种温暖色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们家比较小 我都看见了 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怎么做功课 小房子 像他现在这个情况 还继续需要八百张 然后呢 做功课 你叫他念心经四十九遍 大悲咒二十七遍 然后呢 叫他礼佛 每天最好念四遍 他需要放生多少呢 加起来要五万条 谢谢师父 好吗 谢谢师父 还有就是小孩子的爷爷奶奶希望再生一个孩子 他会不会就是以后再生孩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爷爷奶奶想再生一个孩子 孙子 想再要一个孙子 你不要吓我 爷爷奶奶还能再生孩子 对不起 让他的儿子媳妇再生 就是让他儿子媳妇 你是他媳妇不啦 我不是 我是带朋友问的 他儿子几岁了啦 他儿子不到四十 媳妇呢 媳妇也是三十八九 我看看他生的出来生不出来 几几年数什么再讲一下 他的媳妇 不清楚 不清楚啊 那数什么知道不啦 叫孔祥凤 不知道数什么 名字啊 算了 我要到下面去把他名字往上挖了 叫孔什么 孔祥凤 祥就是祥云的祥 对 特别危险 生出来是个女儿 但是会难产的 叫他自己考虑吧 他 而且调过孩子的 他可以画小房子 画简吗 很难 他不够坚定 他念经不够认真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你都知道是谁了 台上讲话 很给你们面子啦 你都知道就好了 谢谢师傅 好